前一日出家还吃着回饭 闹得很不愉快 是吗 因为那桌人也太杂 谁都 也是朋友聚会 这里边有一个开发商卖房子 有取一团团长 有一个作家 还有一个原来是小偷 后来改邪归正了 我们这几人做了一桌 你跟我们俩好聊吗 那怎么好不了 太尴尬都不挨着呀 说不上话 不挨着 最后有一位说 说咱们别这么干喝酒了 咱来个酒磊吧 他们也来酒磊 来酒磊吧 有条件啊 得说什么尖尖 什么圆圆 什么千千万 什么万万千 最后还得说 有没有 没有 这是一个完整的酒磊 我说我没听说过 那小偷说了 列位啊 我原来当过小偷 我先说啊 这太可乐了 真诚实 听到 他说这个 万能要是尖尖 保险柜那锁圆圆 我偷过的经理千千万 我偷的领导万万千 有一个报案的没有 没有 我说我会了 那就会了 那就行了 旁边又来一位 第二个 谁说 那个承包商 开发商盖楼的 我来一个 那行 他来 金条尖尖 金表圆圆 我承包的工程千千万 围猎工程万万千 有一个追究我责任的吗 没有 他们那个 许一团团长说了 干这个的 筷子尖尖 盘子圆圆 我吃过的饭店千千万 我去过的酒楼万万千 做一次我结账的吗 没有 白吃白喝 还有一个写东西的 我来 他说 笔杆尖尖 笔头圆圆 我写过的东西千千万 发表的文章万万千 有一句实话吗 没有 没实话 我说 该我了 我来 就你了 扇子尖尖 汗朱圆圆 说像的千千万 艺术家万万千 有一会说像的吗 没有 关注不迷路